男星李成斌在影集《他和他的他》中 一人分飾两角 精湛演技收获好评 日前跟凭借该剧夺下了第58届金钟奖 迷你聚集失地 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座金钟奖 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 除了用台语感谢妈妈 并无数观众动容 也不忘感谢生命中的贵人 包括经纪公司老板郑元昌赵靖 郑元昌也透过IG限动发文恭喜李成斌 透露当晚实现了 当初欠下对方时承诺的 可以一起完成的梦想 事实上摩托尔出身的郑元昌 银拍摄偶像剧爆红 随后在2013年自立门户 成立经纪公司 同年看到李成斌的作品后 主动连戏并欠下对方 而李成斌在2016年 凭借电影《七月雨安生》 在两岸3D打开知名度 如今终于拿下金钟奖 也让他的人气再攀高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